下人走过不见旧颜色 台上人常着心碎离别歌 情字难落寞 他常许一许来后 细目今细目末 随时刻 下编了也有所谓的 我听传令大一声 一所言与人平生 长一国礼中一许 六百年一苏 沧海一梦 现在是前奏熟悉的钢琴 周深929生日直播 4800加万人观看 连续演唱四个多小时 50多首歌曲 另外他还在央视中秋晚会上演唱光亮 这个演唱舞台还获得实时收视第一 厉害 每年9月29日是周深的生日 每到生日这一天 无论多忙 他都会抽出时间唱歌给他的歌迷听 今年也不例外 昨晚周深这位才华横溢的歌手 在直播中展现了令人惊叹的表现 他用四个小时的时间 为观众献上了动人的歌声和精彩的表演 他在演唱中不断地调整歌词和伴奏 甚至亲自上阵为舞台配音 展现出他的热情和专注 他的魅力深深地感染了观众 让大家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和他的才华 观众只需坐在屏幕前便可享受周深的表演 感受他的热情和才华 在直播中 他再次演绎了自己的代表作光亮 这首歌曲旋律激昂 充满希望 周深的演唱更是充满了感染力 这首歌曲用其昂扬明亮的旋律和惊艳的戏腔 表达了歌中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人们的心灵 治愈了他们的灵魂 人生配音出体验 多鲜活的生命 有枯萎的痕迹 是奔跑中突然熄来的风雨 是黑暗中一根火柴 是黑暗中一根火柴燃燃烧的光明 也许你猜不到未知的宿命 像流星飞向着它 我却不知目的 可是啊 我却 却愿意相信 最渺小 最微弱 最柔软 最无畏的你 光亮你自己 啊 现在建奏 这里是我们昆雪老师 莫听传令大夜山 一座烟雨人平山 长银国里终一许 我却愿意相信 最渺弱 最渺小 最渺弱 最柔软的你 用尽力 用尽了全力 努力的去回应 最无边 最无境 最无债 总有一线生气 光亮你自己 我听传令大夜山 一座烟雨人平生 长银国里终一许 六百年一族 沧海一末 好累啊 周深的演唱就像一场盛宴 让观众们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 也让人们看到了他的才华和努力 他的歌声就像一股清流 洗涤了人们的心灵 让人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光明 这就是周深一位用心歌唱 用音乐感动人的歌手 他的歌声就像一道光 照亮了人们的心灵 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和未来 他的努力和热情 让人们看到了他的音乐的热爱和执着 也让人们看到了他的人格魅力 看周深直播忙着唱歌 配音在线找歌词 选歌切蛋糕 都是名场面 别的地方看不到的 有生米激动的说 一起哭一起笑 生米的三台设备 一起用上都不够呢 虽然手忙脚乱 但非常喜欢 参与其中看直播非常满足 谢谢周深 周深直播虽然有一点杀 有点疯有点忙 但舞台上绝对是仙气飘飘 顺直播是周深和生米们 相互回望的地方 不仅是一种仪式感 更是一种连接纽带 每年一次是期盼 也是一种美好的相聚 直播的时候 他看起来非常轻松 或许形成繁忙的他 在这样的直播间 才会真的放开自己 还一起来唱歌 与喜欢他的歌迷一起 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这就是周深 一位才华横溢的歌手 一位用心唱歌的歌手 一位用音乐感动人的歌手 他的歌声就像一道光 照亮了人们的心灵 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和未来 什么意思 他给你音乐感动人的歌手 我愿意咖啡 我没有唱歌手 你怎么想念了 哎 也 不想念了 没有唱歌手 我可以不想念了 所以我联合 2 1 2 2 2 3 只要我心里放得下 没有事情好可怕 一切就让他去吧 你想下班 那你就休息吧 你想爆炸 那你就爆炸吧 很吓得你 真的很吓得你